前幾年都是在拍劇 而你所擔任的角色都是一些可愛型 又說一些很高的女生 肉女型的隔壁一些朋友 三個蝦給人一條街 那些 發掘不到你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所以你走出來的時候 變回唐兄妹的時候 我截下這段給我媽媽看 哇媽媽你的女生多漂亮 你有人稱讚的 唐兄你稱讚一齊 那你雖知道這麼漂亮是因為我在你隔壁 哈哈哈哈 那又不可以 煎花需要有綠葉襯托才能得她嬌美 明了 星爺說的 唐兄妹的關係就是這樣 娛樂hashtag今天Angela請來的又 唐兄妹 Hello大家好 我們是唐兄妹 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十周年就退到年尾這個時間 才開始如火如荼 是的 又出了實體碟 又有網上的音樂會 接下來又有實體的音樂會 你在中間的時間 會不會有些 戚戚然的感覺呢 但 effort 怎麼那麼久還沒行 有何時才開始呢 我想全世界都是斥斥然的 片長都有斥斥然 whitaker 都更加斥斥然 因為很多事情計劃不可以做 也有些事情不敢計劃 會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們當初開XR音樂會的時候 我們也是想著 可能今年的10周年只能這樣到 所以很努力地做了一個XR音樂派對 希望起碼給大家 比較惡迷一個 跟我們網上都可以聚一下 誰知突然說政策有放鬆 可以立即來有新的表演場 可以做到show 我們立即就去吧 我們準備好了 再看這張碟 我不是很喜歡這張碟 因為令到我私鄉病發 看到這個就 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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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鄉不是日本 我們用了日本字 香港是不是日本 很多香港人 香港是台灣的 你是台灣的 那你呢 我在這裡也是 九龍 香港是台灣的 九龍 這個包裝真的很日本化 例如你們看到你的MV 也是很日本化 是之前已經想過還是這樣的包裝 還是怎樣的 其實是一開始 首先也要託賴 我有一天就跟我老闆說 託賴 建議用這個字 因為我經常跟老闆說 如果可以去日本拍一次MV就好了 終於等到一個很好的藉口 就是唐興會十周年了 就可以一次過去日本拍MV 找來的團隊 是之前有幫Eason和彭虹做碟的一個創意團隊 Kenji他們就幫忙去做整個碟的Art Direct 還有他們幫我們去找導演 砌個故事 怎樣可以整個故事一體化一點 然後我們會覺得裡面有三首歌 在這個Sugar Box裡面 就是有《預知天線》 《離心力》 還有《紫刺一》 有一首歌我很想說的 就是《離心力》這一首歌 其實我是聽到有點感動 還有有點流淚 就是那種張力 還有很令人有些心傷 有一點碎的感覺 好像不是那麼好 說吧 我覺得好像很女人 很女人嗎 你令到她成長了 和她的聲音都是跟以前很… 即是大過女兒 我是有一點刻意想做得 不要說只是她 只是我同兄妹 我有成長的感覺 但要保持同兄妹一貫的 有那個給人的感覺 就是都是要有些開心的 就是要有些不要開心的 積極一點 正面一點的東西 有些苦中作樂的感覺 那這個歌本身帶出都是這件事 所以有些想讓人覺得 是有不同了 是有大過了 那麼我們的粉絲也大過了 還有《離心力》是寫給我的 是 《離心力》真的寫給她的 跟她說的東西 是甚麼呢 是你說的 我真的自己說不出來 我自己又怎麼好意思自白呢 這首歌的歌詞是說 當你一個人受了很多次不同的感情創傷 沒有很多次 幾次而已 受了一些感情創傷之後 就會開始怕了她 再有下一段感情傳染 哦 開始可以自己關自己的後門 哦 那就是笑容 其實你不需要這樣做 每一個經歷 每一個經歷 都可以為你之後的經歷做盡定 哦 說出她的前半生 前半生 很厲害啊這個主持 不是啦 對不起 中了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雖然很多人很喜歡 我嫌它不夠紅的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要再紅一點 謝謝 謝謝 真的是 這個也是時勢問題的 對 我就是覺得是不是因為時勢問題 這首歌其實可以更紅 現在是未足夠的 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始終 還有我相信我們之前的XR 加上一個碟 再加上一個音樂 其實是可以讓聽眾 反轉去聽回音樂 追數 對 追回數 所以我覺得不太 希望這首歌可以追回數 對 可以追回數 跑回數 對 跑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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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